景色非常漂亮 这是我住的酒店在乡根 这家温泉旅馆非常的便宜 感觉像是一个居民建筑楼改建了 然后首先进门这里是玄关 这边有鞋柜 然后往右边这个是厕所 厕所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洗面台 然后牙刷梳子挂胡刀还有吹风机什么的都有 然后这边是那个浴室 下面来看一下房间 房间很大 据说有40多便宜 然后是完全合适的房间 就什么都没有 什么家具都没有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你必须自己把这里面的被子啊 垫子啊枕头全都拿出来 然后像这样自己铺好 这里边有6套寝具 这个房间可以住6个人最多 这个寝室的旁边还有一个房间 先来看一下 这个房间也比较简单 然后中间有这样一个桌子 大家晚上可以坐一起吃饭喝茶聊天 底下是镂空的 其实脚可以伸下面去 没有那么累 不是盘腿做 然后有一台电视 有一个空调 然后这边 是一个简易的厨房 有一个电磁炉 然后有冰箱 有微波炉 你自己可以做饭 然后再往外边就是阳台 给大家看一下窗外的景色 外面还有小桌子 还有椅子 还有太快了吧 哇景色非常快 外面有除草的有点乱 我们进房间 这个温泉旅馆非常的便宜 现在疫情期间 它有打六五折 所以我只花了可能不到三百人民币 但是平时它也不贵 就是可能四五百人民币 在乡根的话 一些温泉旅馆动不动 就是上千人民币 两三千人民币 都是很正常的 然后它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离车站比较远 昨天晚上走了十几分钟过来 而且在一个上山的山坡的上面 非常累 另外就是这个这里的WiFi 基本上是连不上的 你只能自己带自己的那个网络来 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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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为了